第一年带班35个学生 我给他们讲弟子规 讲道理 一讲完 35个眼睛就看着我了 比方我给他们讲 过能改归于五 唐眼识争一姑 错了要承认 自己掩饰的又错上加错了 孩子心很清静 他们寄东西很厉害的 结果有一次我做错了 当我在台上在解释的时候 因为那个解释也是一种习惯 我们常常想 闻过心 人家劝我们 我们能接受 首先要放下解释 当别人要提醒我们 我们马上解释的时候 人家那个提醒我们的心 就降下来了 人家就不愿意讲 人家一提醒我们 谢谢 请你继续讲 所以我们要落实 弟子规的一句 不容易有 要落实一句 要放下习气 放下一个习气才行 比方 见人善及时起 容不容易做到 我们 见人善及嫉妒 有什么了不起 那个嫉妒心没有放下 要拾起 办不到 卡住了 见人恶及内省 这一句要放下 见人恶及见人家过的 习气才行 不然我们 见人恶及对立 见人恶及指责 对吧 见人过的习气放下 才能往内 不然就往外 着了 陈德 这个二十年前分享 弟子规 叫出身之赌 不畏乎 在台上讲的 天花乱坠了 现在叫我讲 有点不敢讲 每一句要落实 不简单 不敢讲 还得讲 哪怕自己做得不够 错误的地方 也是一种空 那刚好 我们极乐寺 有邀请 陈德 跟 有志于一条龙教学的 老师 共学 这个是一年多前 应该有一年半左右 每个礼拜 一次 那刚好 极乐寺有活动 就暂停 每个礼拜六 交流 那因为呢 主办单位 他们有列了 一些老儿上 对一条龙的开示 包含我们一起学习了 印光祖师 天下太平 这根本 都是谈 家庭教育的 那还有 就是 一起学习三根 就地质规 台上凯元编 十三页道经 所以 二十八号 过年 这两周都停课 二十八号 陈德 识别多年 重新跟大家交流 第一次贵 所以 要落实一句 得放下习气 才能彻底落实它 那刚刚提到 当时候 陈德第一年代班 那自己还有很多毛病习气 现前 那这个面子放不下了 就开始解释了 那我是比较敏锐一点 当我在解释的时候 我就看到 三十五个学生的表情 越来越不认可 我也越来越讲不下去了 后来就狠下一个心 讲了一句 老师错了 给他们举了一个功 当我头抬起来的时候 我看到 学生的眼睛是放光的 为什么 他们看到老师也认错 所以当老师有一个好处 讲出去的道理 学生都会看着我们 我们就不容易懈怠了 因为自己也是很懈怠的人 学佛都学了26年 一万声佛号都没做到 那就是挑着学 老和尚讲无量寿经的时候 特别强调 分秒必争 这个佛号要分秒必争 分秒必争怎么会 一万声念不到人 那代表我还是挑着学的 挑老和尚 这一句我喜欢 那一句我暂时先放一放 那我得想想 我假如以这样的心来跟老和尚学 那我是跟自己的分别执着学 不是跟老和尚学 这个是向上跟老和尚学 实质上 自己的分别执着念在做主 所以老和尚在十年因缘里面说 传人 没有别的 百分之百听话 那百分之百听话 就是不会挑他老人家的教诲学 都是 老人家是河盘托出 那我们要做真地子就得 全然纳受 在新 所以很惭愧 自己也是懈怠 堕落二十年 都五十岁了 现在想精静 有时候体力都不行 何不于强健时 努力修缮 愈何待乎 那见人善即师起 黄老那样的状况 那样的忙碌 他一天还三万生 那我们不急起直追 那不就辜负了 他们为我们的表演吗 他老人家的表演 没有起心动念 为谁表演 为我表演的 他所讲所做 都在提醒我怎么修行 我看了不效法 那我跟他的缘 这个福报就爆掉了 以他老人家的修行这么高 密中沉船 禅中开悟 我们看看他老人家 最后的日子怎么过的 一天 十四万生佛号 他修行那么高 为什么他一天最后的表演 是十四万生 为谁表演 为我们每一个 有缘的众生 不能掉以轻心 好 那 我们 他们 一天 我们 我们